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变态连环杀手联系起来 但她的确运用了自己的高智商与高颜值 先杀了至少36位年轻女性 她自称是连环杀手中唯一的博士 在距离电影死刑执行前17个小时 她还在与心理学博士深入探讨 向她这种连环杀手的心理共性 泰德邦迪于1946年出生在福蒙特州 她是个私生子 父亲的身份一直是个谜 有传言说 她的生父其实就是她的外祖父 泰德的外祖父收养了她 所以年幼的泰德认为 外祖父和外祖母是自己的母亲 而自己的生母 她以为是自己的姐姐 这样的家庭环境 对泰德的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 青少年时期的泰德 沉迷于犯罪小说和真实的犯罪故事 她四处寻找尸体照片 在学校里 她也无法与人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 她说她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想要交朋友 读初中的时候 泰德在学校里的表现还很好 除了有一些小头小摸的行为 但几乎都没有被发现过 大家一致认为她是一个很阳光很聪明 成绩很好很受欢迎的孩子 进入高中后 她盗窃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而且变得更加沉默内向 虽然说不上有多少人喜欢她 但是也没那么让人讨厌 1965年 泰德高中毕业 考入了普吉特海湾大学 学习中文 由于离家近 所以泰德没有住校 她母亲对她的评价是 成绩很好 但是没有什么社交 每天就是上学 回家吃饭 睡觉 然后再上学 在1966年 长相出众的泰德 在一次跨校的活动中 认识了一个 华盛顿大学的学姐 斯蒂芬妮 第一次见面就迷住了泰德 成了泰德的暗恋对象 很快 斯蒂芬妮被这个长得帅气 身材高大 且谈吐幽默的男生打动了 两人迅速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但是好景不长 1967年 因为父母很不喜欢泰德的家庭条件 斯蒂芬妮甩掉了泰德 泰德在分手后的一段时间里 一直干一些戳破女同学轮胎这样的事情 来泄愤 时间到了1969年10月 泰德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名叫丽姿的女人 她比泰德大三岁 两个人很快就相恋结婚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此时 泰德在完成中文学习课程后 又开始了心理学的学习课程 他的心理学教授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 他是我们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 聪明 能干 积极 认真 他更像是一位教授而不是学生 他好学 好相处 也努力工作 他对影响法庭判决的心理学变量最有研究 我们目前正在合作研究 通过实验来判断法庭判决中的心理学影响 1972年3月 泰德顺利获得了心理学学位 他开始申请法学院 投身正职 他通过了州共和党的面试 进入了州共和党中央委员会 成了政界的一大热门人物 当然 没有人知道 他那一身穿不完的名牌都是偷来的 1973年的泰德是政界新星 顺利拿到了两门专业学位的证书 进入了法学院 可谓前途无量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决定回去找斯蒂芬妮 这一次 他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去拜访了斯蒂芬妮 他再次表达了对她的爱意 两个人重新坠入爱河 狗血吧 没事 还有更狗血的 泰德一方面和斯蒂芬妮 重温着那些过去的温柔 一方面许诺着丽兹长远的未来 一段时间后 斯蒂芬妮发现 泰德对自己的态度变得非常的冷漠 询问后 他坦白 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自己更爱她 而且 还跟她已经有了一个女人 所以 他打算跟斯蒂芬妮分手 斯蒂芬妮这才回过神来 这是泰德对自己的抱负啊 就像当初自己抛弃她一样 然而 泰德真正的抱负 还没有开始呢 1974年1月4日 是泰德第一次杀人 华盛顿大学一个女生公寓里 18岁的凯伦早晨没有起床 室友以为她睡过了 去叫她的时候 才发现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报警后 警方勘察现场情况如下 床底有一把沾满血迹的铁棍 可以确认是智商工具 死者下体插着一个溃阴镜 且有被强奸的迹象 在靠窗的墙边 有很多新鲜的摩擦痕迹 现场没有留下指纹 血足印等证物 泰德是从外部翻入室内 用棍棒将受害人打晕 之后实施了强奸 这一次的受害人 虽然最终苏醒 但是脑部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 记不起任何事情 1974年西雅图出现了 接二连三的女性被强奸谋杀的案件 受害者都具有相似的特征 留着中分长发 白种人 长相漂亮 家庭条件优越 他们其中有一些是大学生 是在公寓里面睡觉的时候 被忽然闯入的陌生人敲晕 实施强奸的 然后再被残忍地杀害 而下体中 常常插入窥阴镜的物件 其他一部分则是独自走在偏僻的小路上 偶遇了一名开着甲壳虫汽车的残疾男子寻求帮助 然后被骗上车 并且敲晕 带回家 用同样的残暴手段杀害的 凶手甚至还把受害者的头颅割下 藏在家中焚烧 而剩下的残体则抛尸荒野 据不完全统计 十个月内就发生了17起类似的事件 在那个DNA侦测技术还未出现的时代 凶手总是能在现场留下最少的证据 因此 警方对于这个轨迹多端的连环杀手 完全束手无策 在之后的几起案件中 受害人的背上普遍刻着 他留下的law等字样 而这几位受害者 都是前法院 法官 或者警察的女儿 当然 泰德还是西雅图预防犯罪咨询委员会的助理主任 他曾编写了一本 预防强奸的小册子 对市民进行义务宣传普及 谁都想不到 这个表面上憎恶除奸的年轻人 背里竟然有如此恐怖的阴暗面 直到有一次 他失手让被骗上车的女孩逃跑报案 警方才最终逮捕了这个高智商的职份 但警方取得的证据也不完全 最终只是以绑架未遂罪 判处他15年的有期徒刑 然而 泰德的犯罪行为并未因此终止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对看守者的心理分析 两次成功越狱 第一次是在监狱书房中的小窗户逃脱 第二次越狱是从监狱里的通风小孔中逃出 为此他处心积虑地在八个月内减重近50磅 泰德已挤进天花篮 在第二次越狱后 他逃往了佛罗里他州 重新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罪恶学习 他复出后的第一起案子就是在女生公寓 一夜连杀了7人 而这次他没有之前犯罪的那种谨慎 罪证随意移民 行为不佳演示 仿佛是在进行一种自杀式的方式 果然不出两个月 泰德又被警方转获 而这次在法院里面 他没有请任何的辩护律师 而是选择了自禀 于是凭借着多年的法律工作 和心理学研究的本事 他在庭上开展滔滔不出的一面 甚至在场的一些陪审员 都被他的精湛的话术揽动 然而 证据确凿了派德还是被判处了 厌一死心 人生道路一帆风顺的人生凝将 怎么就产生了犯罪的偏差心理 承认 大多数连环杀手 往往拥有痛苦的童年回忆 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期 也许是家人的虐待 不重视 导致安全感和爱的感知能力缺失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不安 不信任之类负面的心理反应 因此 他们往往具有怪异的性格 畸形的三观 与人格障碍 等心理疾病 长大后 仍然无法摆脱童年的阴影 犯罪 也就成了他们一种 最直白的宣传方式 在心理学中 原生家庭是心理发育 与建设的孵化器 成年后的一些行为 往往能从童年时的经历中 找到本因 畸形的原生家庭中的亲情和宠爱 造就了泰德 邪恶的个性 但凡事都甩锅给原生家庭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个人成长的环境 的确对人生命运有所影响 但漫长且复杂的人生过程当中 经历 认知等方面 对于心理的塑造 都有更大的影响 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 就对几千个孩子 践行过心理研究 他们发现 悲惨的原生家庭 对人格的影响 并不是一定 极端负面的 一些在悲惨逆境中 长大的人 反而具有一种 比常人更强的 自我修复能力 所以不管你经历过 什么痛苦的过去 都不要放弃这种能力 这种战胜过去的能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水英 我们下次再见